沒有 seinen忙 怪怪 gigabytes 襪的漂亮髮 穿件件衣 多少歲都可以用歌星閃耀舞台 大家不敢追梦的问题就是 太在乎别人看你的目光 我深信有时我们做人 是要做自己生命的主角 绝对不是别人眼中的过效 曾经在运动场上获奖无数 他不甘做一个平凡的打工仔 决心追回当年的光芒 自从我做了运动之后有得到奖 其实很多亲戚朋友觉得我不同了 原来我是有能力可以有 但最后最后的日子 这些迟来的追梦者 是否可以后来居上呢? 手中的颜色 为你忠情 替我知省 请你珍藏 这分情 热爱唱歌的何兆邦 年轻的时候很热衷参加各项 大大小小的歌唱比赛 希望可以一炮而红 其实在我人生里面 我也有两个觉得很超级的 很高兴的 就是第一个就在这个 哥哥颁奖给我 这边这个这么英俊的就是张国荣 这边这个也是英俊的 这个就是我 当年何兆邦参加了 欢乐今宵举办的模仿张国荣比赛 击败同场两个对手 他的偶像张国荣亲手颁冠军给他 我记得他还跟我说 你 邦邦 你继续努力 你有potential 连哥哥都认同我的表演 当然我觉得自己是可以 藉着这个机会 在娱乐圈里面发光发亮 可惜这次得奖 并没有令到他如愿感进入乐坛 但何兆邦没有放弃 继续参加歌唱比赛 希望可以遇到之音 坚持了五年左右 何兆邦的期望一再落空 在九十年代初 他就决定放下梦想 崇高的理想 有时都是定不过残酷的现实 转行之后 他去了内地做地产经纪 但一次卖楼的经历 令到他开始质疑放弃梦想的决定 我们做地产经纪 就要站在楼盘的门口 车走过的话 你就要追他 叫他来看新楼盘 我记得有一次 没有无意义 没有什么车 站在那里 傻傻傻傻 好像伴书那样 那我就在怀疑究竟是不是 就是人生就是这样的 时间久了 何兆邦越来越过着之前一心追随 音乐梦的日子 小学的时候 都没钱买碟 但基本上有时经过唱片店 听下 有时经常想说 会不会终于一天 唱片店里有自己的样子 有自己的碟 但是唱片出不成 自己想靠唱歌 闯出一片天的梦想 都一并落空 自己本身都算草根阶层 跟着一帮大哥哥 他们那些都有一些家境 有些有学琴、玩吉他 自己家境不是太好 但也好像有一个距离 所以就希望直接音乐里面 可以令到自己在事业上有所成就 为了不想抱歉终生 三年前何兆邦决定重拾音乐梦 明运就算颠沛流离 明运就算曲折离奇 明运就算恐吓着你 做人没趣味 别流泪三寸更不应舍弃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其实命运的东西 有时都是无论人生 或者广东歌或者香港一样 都是要配合天事地利人和 但我相信如果大家坚持 或者变幻的话 一切都会再发光发热 何兆邦和资深音乐人方国华是小学同学 小小的时候不时都一起踢球 这一天他们又在球场聚咎 何兆邦就特意带了自己年轻 参加歌唱比赛的片段 和老友分享 OK的 我都说当时是做得好的 都挺开心的 见到当时都挺英俊的 虽然两个人从小到大 但方国华一直都没有发现何兆邦的音乐天赋 所以当方国华知道何兆邦想重演音乐梦 就一口答应帮手 不时担任歌唱比赛评判的他 一见有歌唱比赛就会通知何兆邦去参加 我希望有一天他被人看到 我可以帮的都是这样 其他的东西要靠你自己 很感恩 在老友的鼓励下 何兆邦两年前参加了内地一个大型的歌唱比赛 还奪得香港区优胜奖 有心不怕辞 你的理想不是要今天可以买到五个豪宅 几多辆车 你的理想是让别人赞同你 我觉得始终会遇到一个知音的人 何兆邦的其中一个知音 就是根据他学了唱歌四年的学生林顺华 本身是郭富城粉丝的林顺华 一直都希望演绎好偶像的歌 在公园的时候和其他人表演分享 刚好几年前 认识了同样都喜欢音乐的何兆邦 就向他请教 这一天 老师就为他示范 如何在台上展现台风 因为台很大的 你每做一个动作 你是要把自己摸到很阔 像我来说的 我去摸到很阔 我来说的 我也去摸到很阔 我去摸到很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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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也花了幾十年去鑽研 為何不去和人一起分享 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使命感 學生林順華也很認同老師的想法 因為他小時候渴望做運動員 現在他做運動教練 用間接的方式去懸疑時的夢想 每個人都覺得有些事情你不應該做 可能在金錢上找不到那麼多 為何你要做呢 但其他人其實未必知道 可能自己心裡才會知道 你做的事是沒錯的 努力 得到身邊人的認同 何兆邦決定繼續追夢 這一天他去到朋友開的歌廳 用一首歌去感謝所有曾經陪他追夢的人 其實每個人在人生裡都有很多機會 機會要好好把握 但亦都要配合天時地利人亡 薩那間的光輝其實是可以永恆的 怎樣延續這個永恆呢 就是要你不斷拼搏和改變 現實也是有時令到我們一個演藝人 有一點點擔憂 但是我絕對是相信年齡 絕對不會阻礙我們追求夢想的本腳神 Just do it 下一節我們會看看 這一個曾經在田徑港隊受訓的運動員 怎樣在中年重拾自己的運動夢 我的名字叫林順華 那些學生多數叫林教授的 其實一個童年在十幾歲的時候 有個夢想就想成為一個出色的跌境運動員 這個就是我拿全場總冠軍的目的照片 自己原來也拿了很多冠軍的 今年43歲的林順華 讀中學的時候是一個田徑好手 除了是學校田徑校隊 贏過很多學界冠軍 還曾經入選港隊受訓 每個月都會有一個頒獎禮 收集了所有在外面取得的獎項 在組會上頒獎 每個月都是由你找的 全校都會認得我 我都記得我 在這麼多個獎盃當中 他對這個四乘一百米接力賽的獎盃 最印象深刻 沒有配合衝線 那時候他交給我那一刻 其實已經跑第七、第八名了 其實已經沒有… 即是相信沒有什麼機會了 突然間我跑得很快 然後一路追 我又聽到一些掌聲 說去呀去呀去呀 然後一路去 然後拿到冠軍 李Sir就說 這個獎是屬於我一個人 那便即時拿回家 運動場上的輝煌成就令到他立下做運動員的夢想 但是一次嚴重的傷患令到他的運動生涯在18歲就中斷 那個比賽我還記得是100米的 跑到60米的時候突然腰、腰骨痛得很厲害 因為是一個比賽我當然要硬要衝過去 跑完之後當然傷得很厲害了 我覺得是沒有能力去比賽 我覺得是很無奈 其實也很無助 因為好像沒有人可以醫治 我覺得自己的運動生涯可以最少去到27、8歲 但是不成功 李棟華人稱李Sir 就是當日一手帶林順華入田徑校隊的中學體育老師 他還很記得林順華當年出色的表現 順華真的很認真、很投入 我其實也提過了 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也看到他那個人很有鬥心 進步得很快 所以我也挺欣賞他的 林順華小時候患有嚴重的哮喘 整個小學時期都沒有上過體育課 當年李Sir為了說服林順華的媽媽 被兒子加入校隊 曾經多次加訪 林順華到現在還很記得 以前沒有運動過 身體不好 運動上經常都得到獎 其實令到我自尊心高了 也有李Sir的提拔 我才有這些上升 所以後來自己欣賞提早結束運動生涯 放棄做運動員的夢想 他一直都覺得對不起老師 因為這一份遺憾 林順華在10年前重新修讀體育課程 成為一個運動教練 幾年前還回到武校 做師弟妹的田徑教練 用另一種方式 追尋自己的運動夢 可以找回他的理想 可以幫助別人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 無論何時開始這個工作也好 我也覺得絕對不會遲 好 預備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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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一點 除了回武校教師弟妹 林順華現在每個星期 還會義務去不同的中心 教小朋友做體色能 用音樂和舞蹈 鼓勵小朋友做運動 我教這個年紀 就是我那時不能做運動的年紀 我想他們在這個年紀 已經接觸運動 在這個年紀知道運動 能幫助他們成長 雖然現在他不能像中學一樣 在運動場上衝刺 拿獎杯 但見到小朋友一日比一日進步 他都很有滿足感 尤其是越小的時候 三十未夠我都已經教了 他那時連直線跑都跑不到 那一路進步 半年之後進步到 他直接可以轉彎跑 跟著指令去做 其實是我自己也開心 家長也開心 林順華對於運動的熱誠 還感染了他八歲的兒子朗童 每逢假日 兩個人就會去到郊野公園做運動 我從兩歲開始 已經跟他在家裡做一些運動 現在也很有趣 他每天都會跟我說 爹爹我要做運動 受爸爸的影響 兒子朗童 現在也立下做運動員的事項 因為他很喜歡做運動 因為他很喜歡做運動 他現在就做了教練 職業 他自己真是記得 記得他之前小時候想過 甚麼 是呀 回望過去 林順華並不後悔人到中年 才追尋兒子時期想成為運動員的夢想 還慶幸人生經歷成為實現夢想的養分 十幾二十年的人生經歷 再做回自己以前想做的夢想 其實是豐厚了 是會容易一些達成你最初想做的 沒有任何事是不行的 只要有信心 有人夢想成為歌手 有人夢想做體壇健壯 但68歲李慧的夢想只是身體健康 因為他在44歲的時候突然中風 用了整整20年來復原 那時候我上了大陸做工廠 正在出智能的 去見客 突然間眼睛一刻 甚麼都看不到 一檢查 李中風立刻叫我入院 當時我半身已經發麻 44歲就被迫離開職場 沒辦法做事 跟他感情很好的太太 收到這個突如其來的惡號 嚇到頭髮都白埋 頭髮好像爆炸一樣 已經緊張得 簡直都不知道怎麼辦 我還44歲 無論如何我都要站起來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說 不管負多大的代價 我們一定要想方向設法 治好這個病 為了重新站起來 兩夫妻四處求醫 最終得到的健康感囊 就是要堅持鍛鍊 所以在那時候開始 李慧就每天風雨不改 學走和練跑 這個習慣維持到現在 這個漫長而困難的過程 亦都令到他對人生有所覺悟 未中風之前 那時候就告著賺食 那時候就不會想健康的東西 我年輕 不怕死 不怕累 經歷過這些事情 給我的最深體會就是 健康是第一重要 然後其他事情 只要你想去做 不要說遲或早 不要說我已經大年紀 或者我錯過了機會 就放棄不去做 你看看太陽多漂亮 尤其現在的靈光 閃下閃下 射出來給你看 現在兩夫妻一閒 就會一起去不同的地方 看日落 好好珍惜每一個當下 能夠看到黃溫日落 都會覺得一個很開心的時刻 大病一場 你才發現健康原來這麼重要 而且每一刻原來是這麼珍貴的 說知他明天怎麼樣 把握當下 想做什麼你就去做 你有什麼夢想 你童年想做什麼 你盡量去爭取就是 有銀發族退休之後 由零開始學沖咖啡 並獲得專業的資格 登錄才決定要創業的他 過程中會面對多少挑戰呢 下一站我們一起看看 下一站我們一起看看 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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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羶開始